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1日 今天是星期四 好 我們就是 昨天8月31日 搞完這個831集會 831集會 訊息 是告訴全世界 對著中共 不可以那麼容易放棄 要追究到底 831也同一時間 在那麼關鍵的日子 即使 留在香港的朋友 我們還看到 有大量 熱心 有心的人 去到太子站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很擔心 前往這個地方的人 我們擔心他 繼續受到拘捕 繼續受到政治迫害 但是我們在擔心之餘 我們不能夠 無視 他們對抗的意志 他們想告訴全世界 正正就是這個對抗的意志 我們也不能夠因為我們對 這個被迫害的恐懼 太高 而不夠膽 肯定 他們這個反抗的意志 如果我們過於擔心 然後 勸他們不要去 這個正正就是 碎了這個 中共 港共這個政權的意志 他們就是想用恐嚇的方法 使得你們 不敢做 又或者用分化的方法 嘗試去攻擊你們 抹黑你們 使得你們有內部矛盾 互相攻擊 然後 不再 記住這件事 同一個時間 在我們講這節之前 同一個時間 都有其他的好消息 因為我正在剛剛看 台灣的直播 台灣的曹興誠 就是 開記者招待會 繼續 就是告訴大家 他捐錢出來 給台灣 到底 是 怎樣去防衛台灣 這件事 正正也是告訴全世界 也告訴 中共 共知 台灣人 不是個個貪錢 不是個個怕死 台灣人 是會有人 願意 拿自己 付身家出來 跟你去對抗 我們也很感謝 我剛剛看這個直播 曹興誠先生 在他的記者招待會 也引述 這個 香港 中國共產黨 在香港這件事 怎樣背信棄義 如何違反 中英聯合聲明 一國兩制的承諾 所以 對抗共匪 是真的必須要 這個無論如何 我們看到也是一個好消息 他的詳細計劃 我們可能 再開另一節才詳細去講 他的記者招待會的內容 我們這一節要回到另一件事 這件事 坦白說 我有看法 這件事 就是香港人 去撿垃圾 我們看到 網上有很多人在說 香港人在賭米 這個說法 到底 能不能夠成立呢 我們嘗試跟大家 詳細去討論 我們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這裡再一次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惡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邀請所有的聽眾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發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我看到這件事的討論 有大量的五毛和藍絲介入 他們嘗試出來 就是為 當年在2019年 就是說 自稱 自發出來 就是 撿垃圾 清路障 那些2019年的藍絲 嘗試進行辯護 所以我們將要層層分析清楚 到底 現在英國發生了甚麼事 所以大家又是不要懶惰了 一面對困難問題的時候 應該細心想清楚 抽絲剝簡 想清楚 藍絲和五毛出來 說的這些說話 說你們去 令到罷工 失敗 這種說法 是不是真的可以 行得通呢 他說你們雙重標準 先說說發生甚麼事 蘇格蘭 就是 一千五百個清潔工 正在進行罷工 他們的罷工行為 導致這個垃圾 開始慢慢堆積 令到 蘇格蘭 兩個大城市 一個是愛丁堡 一個是格拉斯哥 在市面上出現了垃圾潮 因為清潔工人拒絕就是丟垃圾 正在進行罷工 有這個 移民這個愛丁堡的香港人就是告訴這個追身文資 就說 在這個罷工的時間 他就是有主動 下去撿垃圾 覺得垃圾影響到民生 他說 我住在這兩年了 我當這裡是家 樓下就骯髒 於是下去撿垃圾 於是 網上 為了這件事展開激烈辯論 有很多人就認為 你這樣做法 跟當年的2019年 的藍絲 你們出來倒露 然後他們出來撿垃圾 你們在做的事就是藍絲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們嘗試慢慢細心想一想 當日2019年的抗爭 是不是一場罷工呢 我們應該要知道 罷工 是合法權益 罷工和公民抗命 進行不合作運動 達至政權付出代價 其實是不相同的 雖然他們有些時候 可以是同一件事 但是罷工本身 不一定是一場 公民抗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一位 香港人 你也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他 真的出來撿垃圾 到底 他是用撿垃圾 作為一個名義 去包裝自己 清除路障的行為 還是他真的關心 市面的整潔 自己居住的地方 出來把垃圾撿好呢 其實是兩件事來的 我們也是不要被 藍絲 五毛 以及港共政府騙倒 港共政府就跟你說有些愛港的人士 出來要清理路障 他們搞清楚 清理的不是垃圾 清理的 是路障 他們 跟你說 路障就是垃圾 我要來清理的路障 所以搞清楚 到底 香港2019年的藍絲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出來撿走那些垃圾 放下垃圾桶 如果在2019年 我相信全香港 沒有人不知道當時 香港發生甚麼事 當時 那些根本不是垃圾的問題 那時候 正在發起 公民抗命 利用倒路 使得 香港港共政府付出代價 而當時的藍絲清楚知道警察的暴力 知道 港共政府不但不承認自己的罪行 不調查 香港警察的暴行之餘 繼續就是助紂為虐 繼續對香港人進行政治迫害 格拉斯哥 愛丁堡 蘇格蘭 有沒有 對那些 罷工的工人 進行政治迫害 你有沒有看到 罷工的清潔工 在街頭 被人用警棍 撥穿頭 然後他們是為了不要被人撥穿頭 不要被警察追倒 用那些垃圾 放在地上 設置路障 達成一個對抗 以及公民抗命 是不是這樣 很明顯 蘇格蘭現在的罷工根本不是在做 用垃圾去倒路達至公民抗命 而是正在進行一場公運 所以兩件事 根本就不相同 不斷看到有些藍絲 五毛不停出來說 你阻礙人家罷工 是不是跟我們藍絲當年一樣 當年的藍絲不是想制止你罷工啊 首先第一 香港根本沒有罷工的法例 根本不會讓你罷工 第二 香港當時香港人 被人撥穿頭 正在進行政治迫害 他們清楚看到 你設置的路障 他假借 清除垃圾 這個 口號 實際上 他是來 把你 設置的路障 拆除 換句話說 偷換概念遊戲 所以其實倒過來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如果你說清除垃圾就可以 香港的藍絲 你是否支持 香港人 將 香港的垃圾 例如香港警察 丟下垃圾桶 又或者香港警察的裝備 在 加害香港人 你是不是容許香港黃絲 將警察的裝備丟下垃圾桶 所以整件事根本完全不對等 除了 就是一句 因為當時他們根本就是假的藉口 說撿垃圾 實際上他們想透過 撿垃圾的口號 去制止你的公民抗命 我們 真的在現在這一刻 我們看不到 這個香港人 撿自己家裡樓下的垃圾桶 附近的垃圾 是會 影響到 整個愛丁堡 1500個 清潔工 罷工的權利 但是如果你說那1500個 清潔工 我現在被 英國政府打傷了 我現在 是要搞公民抗命 我要用 路上的垃圾 去造成路障 制止 英國政府的警察 追打他們 這是另一件事 但是很明顯 現在完全根本就不是這樣 根本就沒有英國警暴的問題 現在 蘇格蘭 工會罷工 根據 法定的權力正在進行罷工 垃圾堆積是因為 罷工而造成 不是因為 把垃圾 刻意 放在街上造成路障 從而達至公民抗命 所以根本完全 兩件不相關的事 如果你說我去撿垃圾 就會使得清潔工 罷工 就會付之一句 其實不好意思 如果你按照相同邏輯 巴士和地鐵罷工的時候 你有重要事 你也不可以外出 只要你成功 從一個地方A 到另一個地方B 你就令到他的罷工就沒有用了 如果你按照這個邏輯 這個 藍絲和五毛 集中攻擊這件事 說你們雙重標準 正正的邏輯不夠清晰 如果你能夠清清楚 看清楚當中 重大的分別 你就會知道兩件事 根本就完全不相等 當然我們現在就著眼見的資料去判斷 如果你說 形勢有所改變 蘇格蘭 的工人 遭受更大的政治迫害 然後 香港人連群結隊 透過撿垃圾的方式 從而使得他們的罷工行動 失敗 這個就叫做兩邊 達至旁邊 整件事的本質就不相同 現在你看到他去撿垃圾 還沒有 完全看不到有甚麼證據 顯示他是為了破壞他的罷工 而進行這件事 和2019年 相差非常非常非常之遠 那些藍絲是有系統的出來 就是破壞你的罷障 使得你出來示威的時候 可以 警察 警車 輕易通過 然後 可以 對 示威的人進行暴力 鎮壓 是不是 英國現在的垃圾堆積 你有沒有看到警察暴力呀 有沒有看到在鎮壓那些清潔工人呀 這兩件事 簡直完全不相同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裡